在轨驻流期间 神舟17号航天乘组将迎来天舟7号货运飞船 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计划于明年4月左右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 神舟17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F摇17运载火箭 产品质量受控 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 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 在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完成轨轨轮换任务后 瞄准本月31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